各位善友阿弥陀佛 生死有位当何一 我们都是在三界中轮转 生死有位的众生 依着一念无名 念念相续生死相续 那要如何了生托死呢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主题 生死有位当何一 第一个 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世间轮回中 你对生死有没有畏惧 有嘛 当然对生死都还有畏惧嘛 所以求生极乐世界 基本条件除了宴离这世间外 第二个条件就是 对生死轮回有所畏惧 所以叫做生死有畏惧的菩萨 当以何为依靠 第一个 当依如来的功德力 那你想要依如来的功德力 就要怎么样呢 如来的功德力是什么 依如来本愿救度众生 所以第二个 要当住 住就是安住 当安住在度脱众有情 众有情就是所有的众生 佛陀的愿力 就是为了要度脱众有情 所以你想要依着佛陀的功德力 就要跟佛陀的愿力一样 救度众生 第二个就要 安住在度脱众有情 这一个愿力里面 如果你只是说 我住在娑婆世界好难过哟 我要赶快躲到极乐世界去 这样有没有算依着如来功德力啊 那没有的 那也跟二圣人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好苦啊 我要赶快入涅槃去 那不是一模一样的思维吗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想要上品上升 第一个 就要当依如来功德力 要度脱众有情 发起这个愿力 如果你只是说 啊 这边好苦哦 我赶快躲到极乐世界 那绝对是与阿弥陀佛的愿力不相应的 所以 你想要度脱众有情 要发这种愿力 才能够得上品位皆 第三个 当初众生的烦恼心 你想要救度众有情 众有情的烦恼一直轮回在三界里面 那你想救助他 你应当怎么做呢 一 救度众生的烦恼心 众生的烦恼心 因为有一面无名生三系 境界为原长六出 所以永远轮回在这三界里面 就是因为他有烦恼心 那烦恼是什么啊 人人都有一个如来葬心 能储存一切种子 但如来葬自信心 清静心 却含长染污的种子 这些染污的种子就是众生的烦恼 对生命真理不清楚 所知不足就叫所知障 又称之为无始无明 在所知障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就叫一面无明 一面无明又分为四注地无明 见一处注地 欲界爱 色界爱 无色界爱 见一处注地 就是看到什么东西 就有我的想法 见解 依着我起虚妄想 这个叫见一处注地 就是我见贪爱 所以所有的众生会轮回在三界里面 基本上有两种无明 全部就称为成杀或无明 在成杀或无明里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叫一面无明 我们以一把雨伞来做比喻 这个雨伞全部就叫成杀或无明 或叫无始无明 因为你我从无始节以来一直轮回在世间 为什么呢 因为从无始节来就有无明虚妄想 这个就叫无始无明 这个就叫无始无明 无始无明像成杀那么多 所以叫成杀或无明 那里面比较重要的就叫一面无明 所以修行第一就要断除我见 把自己的我见 转成佛陀所说的正知正见 修行人一念无明要断除 就要依着缘起信空 身空真如 当知当行正念正知行 这个正知行就是依着恶圣法 世间的一切都是缘起信空 都是众缘合合的 都是虚妄的 也都是假名施舍的 就叫做是空是假 那无始无明怎么来的呢 一切都是由自信清静的如来葬心 依着因缘而变现出来的 我们对真理所知不足 叫做所知葬 又叫做无始无明 所以要灭除恶葬 当依正知正法行 第一个就叫人无我 第二个就叫法无我 如来葬这一法 他能依着因缘变换出一切万法 他自己在变一切万法的时候 他是无我性的 那变出来的一切万法是众缘合合的 也是无我性 可是众生却在里面起颠倒妄想 这是第二种 所以正知正见 要依着人无我法无我 当行不生不灭行 第五个就叫当行不生不灭行 依着忠道来说 才有不生不灭行 这一辈子所做的善到下辈子还在 到无量节以后都还在 很多的善积极起来 最后才能够成佛 如果这一辈子所做的善 下辈子就花光光了 那这个善法就不能聚集起来 所以当行不生不灭行 以空假中 行忠道就是不生不灭行 一切有违法都是缘起信空 众缘合合的 去主我执我见叫做人无我 是不生不灭行中的一部分 他在法向上叫做人无我 在明向上的无我 真实的背后 这个法也是无我的 所以叫做法无我 依着深空真如灭除烦恼障 以着法空真如灭除所之障 恶空定行直到成佛 所以当行不生不灭行 什么是不生不灭行呢 恶法不生散法不灭 虚妄颠倒的法就是恶法 让恶法不生起来 散法也都不会灭掉 才能一辈子一辈子积聚到成佛地 就叫做恶法不生散法不灭 要做到恶法不生散法不灭 当然是依着忠道的空信心 才能够具足 恶法不生散法不灭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成就散法恶法呢 当然是以身体为主啊 所有的散法恶法都是以身体去照做的 那我要问身体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从你的如来脏自信清静心 却寒常染污的种子 依着上辈子所做的散法与恶法 如果散法多就出生在三散道 恶法多就出生在三恶道 那是你的意识心对境界产生贪爱 你所看到的就叫做显摄 它有个形状产生叫形色 这个境界有肢体语言表现属于表色 引发你生起喜欢不喜欢的情绪 那是五表色 那五表色是什么呢 前五是看到的属于显摄 然后意识进一步了之的形状表色 接着意识心起心动念引发动身发育 你讲了什么话做了什么动作 比如说不失慈戒的话 或者杀到淫妄的话 这都是属于动身发育独为罪 你的善法恶法就是这么来的 那这些动身发育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依着你心里面的想法而表现出来的 也就是你的意语 生三意三口事 三业就是依你的意根意识做标准 亦是建议一根认同如来障随缘 然后起心动念造作善恶业就是五表色 所以身体是从过去的浴灘 货业苦而产生来的 所以这个身体就是依着货业为因 也就是无名业相 依着你上辈子所造作的善恶业 总之起现行 然后你这辈子所造作的善恶业累积起来 又回到如来障 现行虚种子 就成了业种五表色 显色形色表色五表色 这个五表色就是业种 有好的有不好的种子 比如说你皈依三宝是无漏的业种 都合在一起全部回到如来障 然后如来障又依着这些业种 变现出你下辈子的身体 所以身体的出生是从浴灘货业因而来的 当你看到这世间这一切的时候 就会产生自己的想法 那这些想法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你的虚妄分别颠倒 所以看到境界就有一念无明升起 依着一念无明而生出三系境界像 以三系境界为源增长六出像 无明业像就是这个身体 就是上辈子的无明业 也就是一念无明而变出了这个五运身 当你看到外在的境界像时 就处处攀缘 就叫能见像 被我们看到的是境界像 在依着境界像升起六出像 至像了别生爱称就叫至像 连续相续不断了别 就有了苦乐情 那苦乐之后呢 就升起了执着 执着之后就依着世运 安利明指向 比如说这个包包我好喜欢啊 这个就是明指向 这是什么东西好好吃哦 它叫摩卡咖啡 这个就叫明指向 当你升起这个明指向的时候 你就被绑住了 所以叫起夜像 接着业绩苦向 你对这些像起了贪爱执着 喜欢的就去贪不喜欢的就起撑心 就变成虚妄颠倒响 就在这个虚妄颠倒响里面 就会造作你的杀到淫妄的业 所以就有生虫遇贪或业因 身体的出生就是从玉滩的破叶苦而生起了虚妄颠倒响 虚妄颠倒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啊 就是由你的八世所变现出来的 那这些八世的种子是从哪里来 是从无助为本本力而到生 无助为本就是人人本有的无助心 人人有一个如来藏智性清净心 然后依着过去的种子变换出了五蕴身 再从这五蕴身就化出了八个世 这八个世就有一切最圣故的八个心王法 与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法 还有看到境界的能见相 被看到的境界相 所以叫做五根五成 还有一个意识所了知的法成 五根五成法成 就是二所现隐的十一个设法 然后又变出来了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 就觉得人生好无常啊 这个好跟我相应 这个方位在哪里 这个是书本 这个是语言文句 这些都是二十四个不相应行法 那世间的一切白法就这样运作着 也同时显现出六个无为法 身空真如三个 法空真如三个 修行人就是依着身空真如法空真如恶空无我 解脱到依着身空真如 了知这一切是众缘合合 菩萨道依着法空真如赤地成长 混血碗 Operations 被扎成长 修行者都是依着这六个真如 tip 解脱到依着何 wydaje 谈要求记록 菩萨开悟民心是依着虚空无为 然后二道并行次第成长 最后成佛真如六个无为法全都具足 所以一切万法都是依着 你本来就有一个自信清净的无助心体 要依着这个无助心体而成就一切万法 今天生死有为当合一就介绍到此结束 听完了你是否学习到要出离生死因果轮回 当以什么做依靠呢 我们在世间除了学佛做佛 更像何处舍身尽行受 让我们互相勉励 一起成长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